- 网红阿杰日前遭一名实况主 爆料有女友还多次约炮 甚至更透露阿杰私人器官的细节 瞬间在网上引起讨论 不过阿杰不受争议影响 近日就飞往日本旅游 且见他就发现台湾拜拜常见的红盘 阿杰发文写下 拜拜的玩意儿日本变精品 只见照片中商品中文名称是 共品禁国盘 为一个盘子含税价格 竟然要1430日币 和台湾的价格相差好几倍 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惊呼 出过国就是不一样 只要备一个才多少可能不到50 太酷了 直接出口一货柜过去卖了 真的是真正的盘子啊 意外掀起讨论 不过来就会发现台湾的价格 对方下来就会发现台湾的价格 不过来就会发现台湾的价格 不过来就会发现台湾的价格